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很多新鸯好吃临时上架 然后抽奖可以放在最后 好了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SA 这场比赛SA的出门装是一个穷鬼盾 然后两组吃树 也是隐刺 隐刺这个英雄由于敏捷身上比较高 所以穷鬼盾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毕竟还是个近战 前几也比较脆皮 这边前几一阶空服打起来 但是剧毒术感觉应该是要死 这边防一个双吼 但是猫似剧毒应该要被火猫追着A死 看能不能还是A死了 隐刺在这边也是完全没办法 他一加的是隐身 所以说死亡也死在这里 前期艳芳亏了这波 这波交换很亏 隐刺应该要回到线上 不过唯一能接受的就是练金术士赖好是控到了服 练金术士要再控不到服 这场比赛血崩 这个练金术士是MVP的队员QO 好像是QO 哦 就是QO 也是MVP的队员 隐刺据他自己说 据他本人说是他比较习惯于打大哥位隐刺 因为打酱油位隐刺隐刺这英雄比较吃等级 不太能像跟SA 因为SA大招毕竟提供一个标记 说实话跟隐刺定位还是不太一样 隐刺还是需要打一点输出的 他认为隐刺前期比较好的酱油就是剧毒 剧毒主要有减速可以帮助隐刺一只不停的A 你看这波A了很多 很赚的 凤王这边递过来 直接感觉是要杀掉了杜猫 杜猫被成功击杀 然后离子下一期最近会找一期凤王使命给大家做 很多人目前都想看这个帅帅的英雄 也要是最近也吸出了不少热度再提高 隐刺的出门装备选择一般都是穷尾盾加上吃素 然后读球是隐刺比较好装备 一般能追着粘着A 然后效果也还可以 然后最近离子更新视频确实不如过去快 因为最近工作确实比较忙 然后6月3号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31号了已经到月底了 马上就要更新 就是马上特议赛就会开始了 到时候离子也会给在火猫给大家直播 并且不光在火猫直播也会给大家做上视频 然后谢谢大家一无既往支持 这场比赛中国战队目前来看去欧洲的队伍 就不是怎么去 去马尼拉队伍今天都应该启程了 希望预祝你们在这里取得好成绩 其实我对于这次春季特议赛还是挺看好的 中国目前来看40战队 无论是VTR还是WINS还是牛逼还是老干爹 目前来说都有争夺冠军的势力 是这次比东景赛之间要好了很多 这一次我个人感觉是一次 就是胜率比较大的出击 然后也是助中国战队能拿到好的名次 当然这次欧美战队也绝非擅长 希望中国再接再厉 能重新找回东景赛丢失的荣光 这边我们来看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隐次由于前期有剧毒加富王宝 可以说也是过得比较舒服的 对面的度目也比较难混 直接选择应该是去打野了 隐次这边他选择前期买了两个小件 一个是毒球 一个是荷安灭刀的那个 这个叫枯萎之石好像是 的确是减甲毒球减素 隐次前期应该是撑一堆小件 鞋子选择方面 李子认为假腿绝对是隐次的合心装备 因为隐次这个英雄需要很多敏捷 假腿跟散尸个人感觉效果比较好 混刀效果也行 让我们来看这样子在隐次到底怎么选择 呃他也是前期基本上有大个 就是酱油宝 隐次等级可以提的比较快 不太推荐隐次打三五一 因为等级比较的低 隐次加点方面 前期推荐大家还是一级点一点 就是贝刺以及C还有就贝刺物和B一块一样点一效果是最好的 这边再追雷 B过来砍一刀给物减速再一刀杜莫能不能A死直接A死 隐次前期伤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有屋中黏着还是挺疼的 但是历史也没有弄啊 有弄啊刚才隐次是有危险的 这边队友也是 哎鞋子买错了 再买一双就行了 敌法的故事 这个选手也是一名贴吧大神 然后最早是写一写 他相信他名字也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名敌法跟PA的重视爱好者 这边隐次选择主动去带一波节奏 身上毕竟有物 然后这一波还是有希望能成功的 只要能先手物 然后斧王接到好 其实是有希望击杀的 大哥隐次前期非常注意带节奏 然后直接选择下路一波 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这样的赛既然有Q用 肯定是一场分比较高的 这边但是皇帽弄太好好的 C两个 那这波干个失败了 其实对于隐次来说是很亏的 前期一波TP干个没能抓到人 然后选择应该是回到线上地区发育了 这边还想对红帽有想法 应该是咋子回家了 血量也并不是很好 想着他刚才想的是 直接去干一波 然后回家直接状态能补满 让剧毒单混混等级 夹腿以后引刺 拍拍熊的补刀数 由于打的是炼金 所以这压力不大 经济基本全上低 炼金还是在这版本中非常火热的英雄 虽然他会被拍拍一些完美克制 但是炼金讲道理 这英雄只要队友肯围绕他打 其实还是比较好成型的 所以在天地也认为 也被禁的比较多 认为是个比较脏的英雄 这边隐次买出了魔棒 防止力士不定要吃兵 这边准备杀剧毒术士 但是杜姆也没有想上的理由 这里力士还在堆 但隐次来了 他不知道给个握 再一刀有陈膜效果 一刀直接砍下 但是剧毒术士在这里 应该会被杜姆追死 一换一了 隐次想过来继续找杜姆 但是杜姆由于开始交通 营工速比较快 肯定是杀不掉 所以说应该放弃了 拍拍熊做出了香味鞋 拍拍打练金对练金的要求 绝对是比较高的 这边隐次不是特别好杀 一刀两刀 但是杜姆完全不虚 给个竖甲 竖甲给的有点慢 对面居然有 不是很正门英雄老叔 老叔是英雄 其实我个人感觉老叔挺强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用 拍拍熊应该是配合队友 这边隐次是有希望杀的 走A 不断走A 这应该是能击杀掉的 克雷狗魔霸 但是烟完自己死亡 剧毒素是再拿一刃头 前期隐次202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舒服 直接准备做家腿 家腿这个东西 也比较适合隐次 因为隐次 说老实话 他有blink 有B 不是特别需要 不是特别需要高移速 然后香味的作用 对他来说效果一般 而且他的假腿 毕竟成功速 而且隐次被刺 是根据他敏蝶 来提高输出的 所以隐次 出装方面 尽量不要出一些纯攻击装 比如说大炮这种东西 是不合适的 要出一些带敏捷的装备 比如说 散尸啊 分身斧啊 蝴蝶啊 大晕啊 这种大晕也不带出应 但是大晕确实给隐次 提供控制 散尸被雾 是一个非常好套路 可以直接杀死在雾里的人 隐次这边 他的思路就是 大哥 鸟 鸟 有点伤 就是前级混等级 早日到6 隐次的6级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高端一点 版本的帕克F 是可以躲一些技能 并且提升自己输出 然后因为他大招 有在团队范围内 是有被刺效果的 虽然是一个输出技能 但是有时候用的好了 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逃生技能 他的 就是大招配 布林克 也是能让自己 有可能是跑掉 但是他这个布林克 效果确实是 不如女王那种的好 因为他这个 不能点地失望 是要避人的 可以避队友 可以避小兵 这边熊斩 是前级一如既往的肥 因为这边隐次看了 但是在这里又可能要死 赶紧避走 这是一个逃生的手段 隐次 这里隐次 由于没带什么续航装 所以估计要回家了 死亡前级白白熊 确实很强势 配合队友能轻松 低加链金 链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有些人问 东西的隐次 还是6月3号 早上10点开始打 呃 非常非常不错 我个人感觉中国战队这几次都有 都有机会争夺冠军的 呃 虽然牛逼在阵中没输了 但也可以看出 牛逼前一阵成绩非常好 然后被全世界针对 这一段也是大家都在研究研究他 然后成绩也一般 但是最近打的比较好 牛逼的缺点 个人认为还是 三位不能带节奏 比较依赖酱油的节奏 这是牛逼的命门 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船的船容易被对面针对性半 所以说船如果在发挥不出情况下 KP并不是一个良好的酱油带动者 所以说牛逼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有可能出在三位 不会带节奏上 WINS最近也路子比较多 队员操作 执行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这个队友 有时候经常容易把自己玩死 就是对弱队体现的统治力不够强 而且他慢慢他的优势就是也路子比较多 但是同样猎势也是在这里 WINS最近成绩非常非常好 也是慢慢被大家开始针对研究 这边直接动手 剧毒直接给大 杜姆应该是要死在这里 杜姆又要死了 隐私直接开大 直接被刺效果 然后取笑 直接A 隐私这个大招 你看他持续满地 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持续是吧 转移 然后转移出现实被面 这名字还挺牛逼的 最大攻击次数 四次五次六次 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能躲一定技能 然后VGA的问题 也是老问题 就是 NONO 他们几个老将 表现还比较稳定 他们这个队伍上线看NONO 下线同时也看NONO 所以说NONO 这名新人是第一次线下赛 SRI虽然VGA拿了冠军 但是那次NONO没有去 NONO到底在这次线下赛 打的又打成什么样子 还是 还是未可知的 所以说NONO打的好 他们一切结有可能 NONO打的不好 也有可能是崩盘的局面 而最后一支队 老安爹 老安爹个人感觉 有可能这次成绩 战队成绩中 不会是最好的那个 但也绝对不会是最差的那个 老安爹一如既往的风格 就是小八带的队伍 执行力啊 什么团队磨合都问题不大 也不太容易出对内关系问题 但是同样的问题 也有可能出在小八身上 就是这个战队太稳了 有可能会打爆 其实有时候冠军是拼来的 需要拼一枪的 所以老安爹个人感觉 独冠比较难 但是应该也有可能 成为中国战队 几个比较好的 我个人感觉第二好的 或者最好的不太容易 因为我觉得中国战队 这次是有希望拿冠军的 但是我并不看好老干爹 作为个干爹粉 确实不太看好老干爹 几个中国战队的分析 也是说完了 然后接着来说比赛 李子最近也是打算 很多人问我波彩的问题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问 李子菠菜老叔 一直推荐 很多人问 过来过一阵 都不太忙 这边准备单杀一波火猫 但火猫有魂 直接原地滚魂 C加给杜姆 隐私这边 接近了 有可能要交 但是杜姆现在又没有围障 所以进不了隐私被动 隐私应该还是 马上就能 得凤凰接应 没准能活呢 踩脚 杀剧毒 开外直接开大 火猫一个TC 这边交流没交流好 老叔接个大 这两个人感觉都得挂 都死了 这道靠木还是比较厉害的 好多人问 李子菠菜的问题 然后李子到时候 打算等过一段时间 不忙了 然后给大家建个菠菜群 然后大家到这里边 可以讨论讨论 也是为毒狗 谋一个福利吧 毕竟李子在毒狗TV直播 在火猫TV直播 感觉过去 从来没注意过 过来真的没发现 原来毒狗有这么多 大家都很爱 毒一毒 中国人的性格 也不是中国人性格 就是看比赛 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为了赢钱 你看他这个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多技能效果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中国人都这个性格 就是看比赛 其实有些人玩 玩菠菜 并不是为了赢钱 有时候确实支持中国战队 以下 让自己看比赛更加有动力 所以到时候李子 也是打算建个拳 因为李子也玩菠菜的 带你们富贵一把 然后 如果你们真的富贵了 也可以李子说对了 你们富贵了 也可以到李子的直播间里面送点东西 或者在零食调里买点吃的都行 谢谢大家一周既往支持吧 然后等过一阵吧 然后等过一阵再说吧 不太忙了 到时候也给大家宣传一下 就是一块来玩 好了 这边我们来接来看比赛 这里隐次出装选择方面 一个还是要选择先散尸 散尸绝对是隐次的核心道具 为什么 因为 哎 急死了 确实是隐次的这个英雄 他的散尸配物 可以单杀一些 甚至是大哥类型的英雄 他这个伤害非常非常高 一直的被刺 所以说打隐次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推堆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具 能把隐次推出来 绿杖没什么用 因为隐次有散尸的 而且散尸另外一个 奇奇奇奇妙的效果 就是他可以听话粉的 这里一个物 先把历史搞掉 再杀白玉熊 然后大招直接A死 SC这边接着追老树 老树有隐身 这边没粉了 应该是没粉了 直接烧大宝剑 直接烧死还是比较难 老树肯定会走位的 但是从地图上看 老树应该还是在这 但是这是录像的问题 他实际是看不到的 散尸配隐次的物 绝对是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有心里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边准备杀剧毒 剧毒还是有危险的 这边能不能赌一波火猫 感觉是有希望的 一刀直接给物 隐次一定要操作这样 大家记得隐次一个操作 就是隐次可以 先A出去那一刀 再接物 不要着急 尤其你又散尸了以后 先A A出那一刀 然后再散尸 就是或者再散尸接物 效果是非常好的 回音刀 这感觉新版本 回音刀也蛮适合隐次这个道具 这边动不在 隐次也不太敢特别腰 比分12比10 前进隐次确实比较肥 看经济面板 诶 财产总和除毛病 上坦正受到攻击 双路不开了 好了好了好了 隐次跟练进 经济也是走在全两位 海白熊经过这几次阵亡 确实比较伤 每个数码隐次 不先拿大招躲掉 然后这里隐次 还是有危险的 直接避走 隐次 避队有逃生 海白熊被放风 放 不要不要的 剧组打开白 却绝对是一把好手 火猫也是过来 一个TCN C到隐次 杀隐次 隐次死掉 海白还没死 没放风筝放死 连经过来了 直接一个炸 炸死海白 酸物接炸 直接炸死 但是火猫在这 还是很强 C让来 老树的位置 也比较危险 A死 连经应该是没有护药 那应该是选择撤了 连经应该是先做笔章 高端局连经 做笔端 我靠之连经好 他妈穷 好穷 装备炼金绝对算很穷了 前机Q也是发育 不是很顺 被拍拍熊有点针对了 所以说经济起不来 属正常 再次切尤隐次视角 隐次离散尸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散尸游 游了散尸游 毒球基本就不用带了 个人感觉隐次 合金道具 在这版本中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比较平滑路线 就是前机带两个小件 减甲对于隐次 前机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然后直接做出 散尸 然后 散尸完了 可以接回金刀 如果对方控制实在太多 可以BKB 然后后期 BKB跟分身选一个吧 这个肯定是要做的 做完以后 最后补蝴蝶或者大鱼 收开还可以 像我都行 缺控制就补大鱼 缺输输就补 缺输输补蝴蝶 像我都比较好的 如果对方有闪BK 看情况出MKB 刀的道具装备 选择相当灵活的 这边练进终于还是做了B杖 15分钟练进刚刚做了B杖 那这样经济确实比较穷 斧王好像是浅浅 我看这个ID像浅浅 应该是浅浅 看着ID比较熟 隐次这里还是老师把自己散事先打出来 9级的隐次 等级还可以15分钟 9级还将就是吧 前级确实有将军分担经验 所以说前级第一波又做也不一定不是很顺利 这边隐次 隐次加点方面肯定是主杯次的 这个毋庸置疑的 杯次是隐次的出入技能 所以说加点方面主满杯次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雾前级不用点太高 我个人感觉满杯次就是 主3-2 1-1足够了 然后后期再把雾等级点下来 这边杀白白 有输入好高 一个雾再A过来 但是拍白有数甲接应 这边隐次应该不好杀的直接开大招 但是隐次在这里又感觉有点激进 有可能要死 但是第一时间可以应该走 他有口魔霸 所以说还是比较自信的 隐次这波做出了伞尸 刚才有伞尸稳沙拍拍的 他应该等一下 很多朋友说想看一个隐次视频 刚好我就想JUO哥做一些 然后JUO哥凤凰的视频 目前没找到特别好的游戏 有凤凰打特别好的视频 你也可以给李子推荐一下 李子到时候也可以找一找凤凰视频 凤凰视频好的凤凰确实不多 因为凤凰这种视频 他是酱油 他得选 对吧 已经炸 炸完了 但是隐次在这应该能提掉力量 开大招 直接得凤凰接应 散尸柱 然后散尸掉拍拍 但是拍拍会都偏 凤凰直接变大 但是这个大的先逼走 凤凰没吼到 但是应该拍拍会被蝙蝠 就凤凰烧死 直接砍了 老树一个大招 这边隐次 直接净化自己 然后看想不想敢敢杀 不太敢杀 怕人反杀 这边隐次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赶紧第一时间不离个早 这边还是被红帽A死 哎 这波有点伤 凤凰攻击也跑不掉 没有数甲 火猫这波收割了 双杀 火猫虽然砍掉老树 但是自己在这里还是挺难跑的 火猫有蓝吗 火猫有蓝 应该是没问题的 火猫没蓝了 猫4 火猫没状态 那这样火猫跑了 火猫没蓝了 火猫有蓝 应该是会打的 这边火猫一波狂战 发了国难财 也不叫国难财 发了战争财 应该叫 派白走出风脸 前进版无解肥的派白 现在已经经济并不特别好 这边TZ到 杜姆一个引刀直接过来成为杀掉剧毒 火猫再次完成一波收割 因此这波散尸玩了又要接火猫刀 这版本火猫刀确实比较适合 这边能A死吗 再一个大招 哎呀 但是还是没用 他刚才用大招 想出发被自笑我 因为他刚才以杜姆TP了 一次是没办法的 他打不断TP 也是把车子轻松一掉 让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比赛经营到18分钟22比14 经济方面应该都是夜眼方落后的 天文房领厌五千 练金也不是一个无解肥 这样比较比较难打 18分钟练金依然是离护药 还有段距离 练金一般顺风情况下 有队友围绕打 然后现在对线不是特别烈的话 快点13 4分钟就能回药 慢点16 7分钟也得做出来了 再慢就这样比赛就证明 练金相当逆风了 比较难打了 这场比赛QO估计得到20分钟左右 已经回药了 好的刚才回药卷手提前买的 那这个速度还还可以吧 前期被排外针对了 确实也是被排外针对选了 所以说但难打也是正常 这边练金终于还是完尿刷出了回药 一次这边也是积极主动带节奏 一般这边看到了排排 这边想抓凤凤 31啊给个误 杀白白有希望的 但是被虎猫UTC净化自己一下 可以把自己净化一下 开大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粉的效果 这边在地下 连击一次这种还是你被击炸 其实刚刚可以净化自己 没准能跑 虎猫再次杀到 就有好逆啊 好逆风 这边感觉腐王也很难考虑 被TC到 虎狂打 这边还是被一次 太难了 杜姆引刀一个背刀直接打断了 他体费 这一波团面以后局面就不好打了 盾也会被艳芳收掉 因为天红帽有被天红帽收掉 天红帽有排排的 所以说盾是非常非常利索的 那天看欧冠决赛 离子表示 现在真是年纪大了 看不动比赛了 过去一熬熬夜 看关机没问题都不大 这现在虽然是一场好比赛 这个我承认 哎呦 我被连击一炸 但这边隐私过来 感觉是能能阻止这边打盾的 哎 拍拍的状态并不好 隐私想收割 一个雾雾四个人 加大招 我这一波输出爆炸 直接A刺两个 力士也很难跑 接着追 连金直接咬 鸟扔 直接A刺隐私 这一波赚的非常非常多 连金拖延时间 隐私最终雾到了四个人 这个雾很关键 隐私玩的好不好 其实还看到核心技能雾放的好不好 那这一波 艳芳一波打赢 经济回来好多 经济一波就回来了 虽然最后点击绝杀 马德里内战 最终以更加土豪 更加实力 更加强的黄马拿到冠军 还是赛前如大家所料 但是没有到过程 能不能那么曲折 最终C罗点击绝杀 然后看那个马卡报统计 说是C罗那个市场价值 在几十亿美金 我操 足球不愧是世界第一运动 影响力什么的都不用提了 有些人爱跟我抬杠 我说妈 李子年就就说世界足球 妈 有人给我抬杠 我说那足球不是篮球 才是NBA比 什么世界杯比足球 牛比 我说妈 兄弟你们真是在搞笑 虽然提 就是虽然在中国打了牛人也不少 篮球影响力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比不上足球 足球妈的周边产业太可怕了 绝对是世界第一运动 咱就九个世界 世界杯 妈连我妈都知道 都知道要提世界杯了 就说他宣传影响力到达什么程度 就这个人不看足球 不懂足球 他都知道世界杯 这段期间在打世界杯 而市井赛 南篮市井赛 你看有这个影响力 最简单的道理 而且产值啊 什么东西 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足球的产值啊 周边的产业啊 博菜啊 还有什么 就是博彩公司啊 还有乱七八糟的一些产业啊 都远非能篮球能比 足球说世界第一运动 绝对不夸张的 你要是不抬杠 你要是想抬杠 觉得离子说不对 你就逼自己去白兔一下 应该是离子没说错 这边先杀影刺 这个老叔这个大猫子没达到 影刺现在老叔也跑不了 收两个 影刺现在有灰刀效果 确实非常非常好 能砍出两次被刺 被刺的效果 两次被刺伤害蛮高的 其实被刺伤害一直很高的 大家老低估被刺 被刺你看敏捷成熟系路 1.25 A下 再A 直接A死 哎呦 全都A死 这输好高 你看被刺技能是1.25 25的敏捷系数加成 其实蛮高的 真的蛮高的 而他伤害技能是物理 无视技能免疫 就是你开BKB也会也会被被刺打到 你看他被刺非常非常宽敞 1.25的敏捷 到一个到后期神装引刺200点敏捷 应该说比较正常的 一刀就可以加成200乘1.25 等于多少 离子怎么数学真是不好 二百五十点伤害吧 哎呀 对不对啊 一百二五 二百五 没没没错 没错 没错 离子数学真的蛮是体育老师教的 离子们上学的时候就数学学的差 最后长大了以后取了一个数学老师当老师 你敢信 要不说我老婆也是 我老婆上学的时候 他说也是他数学 付了英语跟语文好 结果他当了数学老师 要不生活总是这么充满心 这些 赛翁是马 胭脂飞腐 散尸直接给 五三小大的 所以我也比较 比较嚣张 这边接着A拍拍 但是B过来打背后 背后伤害比较高的 直接拍拍应该是要死在这里 被虎王直接砍掉 然后隐私这里还敢重打 接着追 应该是A死 不是能打 隐私已经达到13傻 装备也非常非常理解 两千七百多块钱 看他选择什么 散尸UV不是法球 暗面也可以 但是我刚感觉暗面这种装备 毕竟不加敏捷 隐私还是多出一些 加敏捷的装备效果比较好 这边准备再切度目 递过来给散尸 但是度目有引刀的 这边隐私赶紧跑 别反身 度目没大的 就大的了 刚才隐私就要死了 隐私胆子还比较大的 真不怕度目就在旁边 看 我说啥来 交盾了吧 那我就感觉他就在旁边 但盾时间确实快到了 这边也数正常 盾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这边防跳过来卡拉 凤凰直接开大 隐私接物 力士放不住技能 一个大招放出来 还是被死 这一波 夜眼方 现在这几波团战都接赢了 凤凰 而且有一个炼金在稳定发育 火猫一个人很难解决问题 这样比赛 我估计夜眼方应该是要赢了 优势比较大了 夜眼方现在 装备非常好 里面反超一万了 这几波团战都打输了 主要中间拍拍 现在发挥作用太小 被各种放风着 拍拍里也没有BKB 很难打出输 拍拍这个装备 确实有点穷了 25分钟 一个前进误解肥 拍拍把自己打穷了 活生生给打穷了 记忆不认 干脉下风 炸一剑火猫 连接装备也是刷到全场第一 QO 毕竟是这些玩家 只要给他空间刷起来 还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他现在装备就已经 更新的非常非常快了 估计已经分成人家 灵魂心了 多快 47马上就要灵魂心了 刷得非常非常快 毕竟直接玩家 这边准备单杀一棵老树 还是能杀掉 哎呦 现在酱油 真的在隐磁面前玩不了 隐磁这边直接跟二代散尸 隐磁这一拥用散尸 是非常非常快的 一般他杀人是要用散尸 逃兵的时候也需要用散尸 有时候净化掉自己身上的粉的效果 暂时用的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隐磁应该是东西送过来 把毒球带着 做夜叉 我就感觉都不应该带毒球 还是要做分身 分身效果比较好 对面也有度母 分身有用的 如果对面就那种 酱油控制比较多 这样比赛酱油是力吃 分老树 控制都不是跟给力 所以说隐磁可以出的 稍微飘一点 正常情况 隐磁一般BKB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坐晕锤 然后准备补大晕 练金零龙心 这种装备已经非常非常碾压 练金27分钟 20分钟才回耀 27分钟依然零龙心 加上分身 装备刷得非常非常快 这种情况就比较好打 练金也是一个无解飞 隐磁也是很舒服 对面虽然火猫有钱 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 火猫现在离自己应该是已经要 反正应该是水晶电了 炮击电应该是有了 这边SA也能带上云锤 这边火猫又有飞血 所以说也可以带线一波 但是练金这时候确实是比较强势 夜防应该不会等太阳时间了 估计要练金 估计要练金差不多就要推起来了 隐磁这英雄弱点也有 比较容易被针对也比较脆皮 而且上高能力比较一般 这英雄 没有什么太好的上高能力 局限性还是比较大的 不太能作为CW主流C 天徽中塔正受到攻击 呃 液体曾经开发了一把四号位的SA 就是由Crokey来打 但是那场比赛隐次 基本打成了赏金 我觉得那种隐次并不是特别好用 但是液体确实赢了 赢了你说什么都有道理 妈输了就没办法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你赢了一切都是你牛逼 输了就是你不行 没办法 毫无办法 你就跟玩的好了 妈 Wings这叫野鹿子牛逼 套路身 然后观赏性强 你要输了就你们还是杂技 一样道理 原来中国最最最最杂技是谁 罗导 这边直接死啊 哎呀 老树要死啊 这里 tc到 一次躲一波 就罗导 当年天天让人黑杂技 这个大招放的 没什么太意义了 杀了一只 哎呀 这输回导 两下被刺 伤害真是高 直接一刀 你看这回刀伤害 所以回刀对引刺来说 效果是蛮不错的 大家语心里都可以出一下 我刚感觉 引刺啊 这种有被刺效果 还有小狗 有盛宴效果 还有死温 大招是纯属攻击 就是要不你就攻击有特效 比如说 s 小鱼 或者狗 这种攻击有特效的 出回刀刀效果比较好 要不就是真是纯正的攻高 像什么小小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小小啊 还有哎呦 这边怎么说对不住了 就是像什么小小啊 还有死温啊 都是开大死温 都比较说回到的 帽子拍白吵架了 哎呦 这要嘴上说的对不起 你妈行动还是要杀人家 这边对面的 对面的火猫 如果再打字啊 火猫量比较表现还蛮不错的 但是没什么用 拍白太穷了 这样比较拍白打到后来 就有点难了 拍白现在这装备差太多了 满四 电击四倍于他经历 几方中单跟对方中单 有点久 因为我维达多对不住想杀的 对隐私这边有误 其实像职业战队 这种解决隐私这种单杀都是像一些能单提的有引刀的职业玩家都是职业战队选择 比如说像小拿家就带阴阴油都会给他带宝石的 要不压力比较大的 这里接平推了应该是接直接推过来就A不住了 这装备太好了 这一波带西瓦的直接平推了 确实没什么翻盘机会了 隐私也并没有说错 没什么翻盘机会了 这个装备也太肥了 挡不住了 隐私打架为J拉出空间 所以我J直接杀过来就 直接被帮补 真是保持掉了 隐私在后方切入直接秒立属 立属一下后半步 隐私大云处应该送过来 天文王这波放弃了 火猫都不打算守了 火猫不守这波可能守住 天灰下海已被摧毁 天灰下海阴影正受到攻击 这边机也是装备一如既往的给力 然后SA装备也比较好 大晕锤了 有大晕锤 莫王直接进去变大 几次直接给悬晕 没有有大晕锤 效果都非常好 大晕锤废物也确实 能比较好击达人 打到这波基本机会不大了 SA最终也是凭借自己的发挥 然后天灰方凭借更好发挥 就是夜眼方凭借更好发挥 男人这样子才胜利 这波火猫有危险 大晕锤一点 这波火猫有危险 大晕锤一点 完全没办法 天灰中塔已被摧毁 夜眼上 灯槽效果非常好 联系直接把基地拆了 天灰一技正受到攻击 Boss排排杀了个讽法 水连金搞不动 这装备连金太无敌了 最终的击杀排排 小潜漂流几 最终的击杀排排 火猫出了绿杖 然后这波火猫应该是要死 大招伤害真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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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隐私要死在这里 被排排受掉 最终比赛已经到这里 非常非常精彩一场比赛 让我们来看看抽奖过程吧 然后先把这场比赛 录像编号留下 然后谢谢大家 用既往支持 嗯 下一期明天应该会给大家直播吧 然后2361553674 好了 又到了片尾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 然后本期下单观众一共是522名 然后幸运观众 让我们来看到底是谁 26是一个比较靠前的观众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6到底是谁 让我们滚动一下 播放一下ID 你们ID都应该在这里 26是一个非常前的 HHT2566 然后这这名观众 然后我们来记住一下他的ID 然后到时候离子会联系你 然后观众都在这里滚动播放完 这也是一个下单比较早的 嗯 一般离子在抽奖视频都会放在片尾 然后最近也有很多很多人支持 这一期的奖品确实也比较丰富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 然后你选择一件道具 我这还有ID还有叫国事神无双 看来是国土的粉丝 这边观众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谢谢你们一如既往支持 最近离子确实是有工作有点忙 嗯 视频啊 还有直播更新都会稍微慢一点 嗯 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到下月就没事了 6月3号特景赛开始离子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特景赛视频以及直播 非常非常不错 然后谢谢大家 有既往支持呃 离子真的是以感恩的心支持每一个就是爱美就是谢谢你们支持的每一个人 522一般ID不会错 这是淘宝后台的名单 应该问题都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一下 嗯 这边让我们来一个一个播放滚动播放一下ID 问题不大应该都在这里 好了522人 好了这边谢谢大家优机网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